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他这个腿上也有死意 死意化 四肢好像也死意化了 跟99似的 让他没有配音 可能那个配音有点 可能是请一个人太费钱了吧 太累了 我记得诺克斯好像也是配海拉的声音 然后加了一个那种混响 混响特效 这是审查 我提问你回答 这是你的义务 诺克斯没有回应 提交物证 你知道剑闭者死神吗 内海幽灵 夜眼 霍雾 总该有一个你听说过的吧 是不是都说的他呀 这些都市传说或者说恐怖故事形象已经流传了近三十年 你真的一无所知吗 你的受害者死前也该说些什么吧 你想听吗 我需要知道 别过来 不要杀我 杀了他 杀了我 杀了他 杀了我 我可以理解为你在承认自己就是金米德死神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自己 不过 死神我喜欢这个名字 我可以进一步质问啊 自主184年起 当局一共收习 639起 死神目击报告 其中511起未有伤害记录 27起已结案 还有101起至今未能寻找到凶手 这些悬案 都是你做的吗 受害者遍布新历家和新城 普通市民伤人黑帮在这FDC的军官都在此列 我替你回忆一下 都是些人名 在死亡面前名字没有意义 那你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 听到了他们的心声 受到了呼唤 他们不想死 那些人不想死 所以你杀了他们 死亡会消除隔阂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我在救他们 只有我能救他们 没有狂热没有执着 他很冰冷 他的能力是什么呢 对象身体同时呈现出 禁闭者 死亡 尸体等多种形状 就他同时是禁闭者 又是死亡 又是尸体 一个多重状态 能够通过某种特定手段 掠夺宾死者的生命力 好家伙 并转化为自身存在的基础 吸收你的阳气 拯救不过是个谎言 你的能力本质是在掠夺他人的生命 单个灵魂太过孱弱 要抵抗内海的召唤 唯有依附于我们 你还是个集体意志 对生的渴求 对死的抗拒 我们共同的意志 他自称我们 如果诺克斯并非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可这是错的 我 哟 他把帽子摘了 逃避死亡的唯一方法 也是我们的约定 你很危险 我们必须拯救你 足以束缚住任何禁闭者的力量 向诺克斯勇去 这就是个笑话 卓雅根本不怕 根本不怕家族 我不想死 救救我 机器人 救我 上一句点快了 我拖着折断的左腿 站在巨大的厂房的中央 这应该是不是我的回忆 杀了那些该死的叛徒 杀了他们 俱乐部是我的 我不会死 该死的是你们 你们也别想活着 这是不是我猜 我刚才就猜了 觉得诺克斯可能是斩杀那些快要变成死地的人 打开 我应该死了 我应该死了 尽量 那些人 救我 不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2发暗红色的光束倾斜在面前的女人身上 他应该是用的狂恶武器吧 好家伙 但是诺克斯还是强 并不怕这个东西 我现在觉得这个剧情就有点那种生化危机那种味儿 你知道吧 这个狂恶他就是可能感染人 然后他自己还有生命 好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说那个小孩是把死意给吃了嘛 因为他还饿吃掉了死意 那死意会怎么会出现到他的家里呢 所以他的妈妈是不是就变成了死意啊 我在想 就一个细思极恐的故事 他的妈妈去哪了呢 对吧 他吃下去的是死意 他家里的死意是从哪来的呢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他妈妈变成了死意 他把他妈妈给吃掉了 或者说这个小孩他本身就已经变了 他们一家子都变了 只是他还活着 然后他就去吃了 吃完之后还发现不对 甚至你看他有一个细节啊 叫做 你看没有血 没有内脏 只有粘成的黑泥 可即便把半条手臂伸起喉咙 你也感受不到任何异样 就是 这个小孩子他已经不是人了 他已经变成 他可能已经准备变成死意了 然后他吃的东西 就是可能是已经死掉的家里人吧 我猜 我猜 这是什么呀 没见过的角色 明天会有太阳吗 这不会就是诺克斯吧 诺克斯的原本样貌 不对呀 我记得诺克斯是白头发呀 但我觉得也只有可能是诺克斯了 不然还能是谁呢 你去来看我的吗 可他们好像不欢迎你 就是可能那个是诺克斯原本的样子 有成千上万个死者的灵魂 大两意识聚合在一起 虽然是基本的理智 只是她最后的求生意 虽然是在他们行动 而那个少女 她是我在诺克斯的精神空间看到的 唯一一个不以黑影形式出现的人 甚至在她所处的地方 黑影的活动也会受到限 那就是诺克斯的最后的人性 我猜 那很可能就是诺克斯的衣服的核心 这就是身体原本的主人 死神诺克斯固然是对其他机密者乃至整个NBC重大的威胁 但如果能确认那名少女 诺克斯的主人格没有威胁 我们就可以尝试引导她 让她重新获得身体的主控权 经典我有我的判断 但是其实我感觉我们的局长始终在冒险 并不像一个那种深思熟虑的局长 像一个涉事未深的少年 但可能这种主角会更容易让玩家带入吧 我觉得 因为其实称呼不是很重要 受众群体才重要 可能这个游戏公司也知道自己的受众群体是什么 对吧 不管你什么身份对吧 你要知道玩家的这个是什么样子的 感情呼吁 您就是现在的护工吗 阿对 是我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软组织内异常晶体增生导致的全收肌肉纤维化 纤维化 要变成草了吗 非常非常罕见 骂谁罕见呢 只有两粒 还有一粒是谁 我觉得这个两粒可能是留在一个小伏笔 就给为未来的创作提供可能性 或者说已经设计在别的角色里了 我不知道 因为如果是那什么呢 如果是为了体现特殊性的话 完全可以说它是仅此一粒 对吧 他一定要提这个两粒 我觉得就可能是一个是想为以后的这个剧情埋坑 就是他以后要出角色也是这个病 要么就是有的角色已经是这个病 但我还没有查到 所以他的肯定是潟进去的 这根基石是潟进去的 那是我的肯定是潟进去的 对吧 这就是我 这就是 flights阶子的 我现在讲 现在不太像 但和我过去的头发颜色一模一样 也就是他的头发是在逐渐变白的 对吧 他最后变成了他现在那个立会那样子 对吧 问出的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多一个问题想问你 如果有种方法 让你好好活着 让你能自由行动 不必被束缚在病床上 可代价是你必须杀死别人 夺走他们的生命 你会去做吗 哈哈 好家伙 这么一看 局长的精神确实强大 如果他的精神连接 是真的能深临其境的 在他的精神世界里 体验那种感觉的话 我觉得能扛住还挺恐怖的 这局长最后还能保持理智 我觉得就已经 这散直手多高 这个黑影是什么呀 对吧 接纳我们成为我们的壳 我们一起活下去吧 好家伙 他就是被那个黑影入侵了吗 异变的少年 谁来救救我 我不要变成那样 我不想死 这应该是接的是之前那个少年 掏自己的那个回忆吧 你看 对吧 接上了 就他这个地方就是 如果你没想明白 那个少年已经变异了 他这边也会告诉你他变异了 我这边就不过 这边就知道了 这边就不敢了 就当了 你放下来 就回来 我这边就会 帮你 我这边就会 我都不想 我好 有 这边的 没 要 有 因为他是被另外一个意识支配了 被夺扯了 这样这样一看的话 他并不是并不是他自己的意志 安博 我有点出戏 他的名字就叫这个 黑影是内海的死亡意志吗 他突破束缚了 毫无征兆的暴走出逃了 这算结束吗 还有阶段4 果然没有结束 诺斯就在前面 追逐了安博两个小时 圣者绝不可踏足的领域 您不该去那里 用这个缠我身上 一旦我发出信号 你把我拽回去 不管怎么说 这个局长还是非常的信守承诺的 新鲜的活人的记忆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是那个 那个谁啊 哈梅尔那个幻境的改色 之前哈梅尔应该是蓝色的那种 加了一层红色的滤镜 还能剥好吗 这就是这个地方 对 我看到你 那这就是这个地方 那我发现了 在这边 这就是这些地方 你终于理解了红色月亮代表的东西 内海的本体 冰冷的规则 狂恶的源头与终点 所有人的结局 什么意思 这牵扯到设定了吗 伸染狂恶之人死后属于内海 没有人可以违逆 就是说你只要是被狂恶感染死的 你最后灵魂都会归于内海 所以说诺克斯是什么 内海的化身 我们现在在看诺克斯的审查 就是七天登陆送的那个SSR狂级 好呀 我们这就回 回忆不起来了 鱼的记忆是吧 真有着设定是吗 是我 他那面颊已经军裂了 你别谢我呀 你谢我我就感觉你要没了 他说 至少现在他还有可以做的事情 身体表面不满裂痕 你别裂开呀 啊 我无法保护你 但或许他可以好好活下去 再见 安博就碎掉了 安博就碎掉了 安博消失了 留下的是诺克斯 并非安博 也并非狂乱的黑影 只是一句曾经保护过你的空壳 也就是说安博用自己一己之力 把那些黑影镜化掉了 抵消掉了 他这个描述让我感觉就是这样的 就是诺克斯本身是内海死亡意志的化身 然后他的宿主是安博 可能安博的意识比较大 他自己消散了自己的意识 然后相当于把和那些死亡意识同归于尽了 这种感觉 现在是只剩一个壳了 怪不得要新起一个名字 而不叫他本身 他不起这个名字 你还不太好理解 对吧 安博没了 留下的是诺克斯 我接下来审谁呢 感觉很怪 审这个吧 我记得这个有配音 而且他的cv是黄鹰 好像撤也是黄鹰配的吧 这也是很有名的了吧 我对声音游其实不是很熟 但是我就是有 有那么一个大致的一个印象 他是第九 就是那个特工局是吧 被捕的原因是上级机关亲自登记在侧 他篡改了他人的潜意识 为了搞清最新的缘由和细节 我们要审查 原人格安博没了 产生新人格 我觉得不算新人格吧 他那个样子不像有人格的样子 他说空壳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 可以行动 但没有什么意识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不能算完整的人格 诺克斯只是他的躯体 他这个壳叫诺克斯 人不是分我觉得分为意识 就是灵魂和你的肉体的吗 当你只剩肉体没有灵魂的时候 但这个好像又牵扯到是不是违心了是吧 就是你的你的意识 你的灵魂能和你的肉体分开吗 你死后有没有灵魂世界 我觉得都属于类问题 如果你没有灵魂 你的身体还可以正常的去行动 就是出于本能 比如生物本能的行动 那么就是灵魂和肉体可以分开 意识和肉体是分开的 如果说你没有意识了 你的肉体就不能行动了 那就是不分开的 我觉得现在目前的科学应该是证明了 没有意识的人 没有意识的人就没法行动 所以意识和肉体是不能分开的 但只是现在的科学啊 毕竟赛博朋克不都可以意识脱离身体了吗 说不定以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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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以后科技发达了之后能能做到 毕竟人的意识本身也就是电信号 诺克斯区体没有灵魂如何使用能力呢 我不清楚 没准 我觉得啊 就没准他只是一个 就是诺克斯这个肉 这个躯体这个壳 不是内海抑制吗 他人是会不断死的 就像你清空一下回收战 你之后还会在往里丢啊 对吧 那他没准是新的 新的死的人 最开始是空壳 后来有了新的意识 是这样的吗 所以说现在又变成空壳了 以后没准还会有意识 我觉得是这样吧 就是 安博这相当于是清空了一下回收战 至于之后还有没有人死 就是之后的事了 是不是 还有人死还会进去 我觉得 他说这兵议计划者非常危险 守在外面如果超过15分钟 他就会进来查换情况 辛苦了 不过应该不会超过15分钟的 卡米利安 他正在把玩一枚镀金怀表 别废话了 我们进入正题吧 心理医生身份蓄意接近杰克诺尔家族 在治疗过程中篡改其潜意识 副作用导致不下识人精神错乱 记忆学识心情大变 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要信 局长居然真的认为 催眠别人是一项罪行吗 怎么不算吗 这是你出于自己的不明目的 对于别人当时实质性难以修复的伤害 难道还不算犯罪吗 那您与禁闭者之间 因加锁而导致的精神连接 不也是一项罪行吗 确实 你就有道理啊 擅自催眠 和擅自连接别人的精神世界 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都一样 在未经对方许可的情况下 入侵别人的钱 那么这个局长给你 你来当怎么样 不 我和你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精神连接指示教导的副作用不是我的本意 那审讯呢 审讯不就是局长在主动刺激禁闭者 强迫他们回应那些不愿言说的过去吗 是为了查清你们的罪行 所以 局长阁下并没有否认 审讯就是在逼迫禁闭者 面对会令他们痛苦的真相 这些是为了法律 公正 必须做的事情 我至少没有让他们像 你对的那些人一样 审查后出现精神问题 那你所看见的那些梦境又是什么 他们真的没有因为你的审问 而受到伤害吗 局长肯定比我更加清楚 审讯室是个充满压迫感的空间 那咱们换个地方聊聊 从这样的环境走出去后 他们真的还能将局长 视为并肩作战的朋友吗 你为什么要跟我聊这些呢 局长 你很聪明 但 还不够聪明 干嘛呀 你要对我使用能力了 像这种有精神入侵能力的禁闭者 我要是给他上加索 我们俩互相亲 那是个什么场面呢 会不会互相不在家呢 就互相偷家 发现对面都没人 我进他 他进我 然而谁也没 谁也没找到谁 我先离开和要求继续检查 我走 拜拜了 您呢 我既然有海拉的配音 这卡米利安里面既然有海拉的配音 这是我们已经中了幻象了 这卡米利安为什么这里面配音这么全啊 这是什么亲女儿 可能是先做的 我猜 也太过分了 那换个词 进奴隶 真的没有吗 有 卡地说有 你怎么敢擅自说有 我认为局长所做的事情 符合奴隶主对奴隶的定义 这么这么这么冷冰冰的 管束我们 限制我们的自由 这听上去比奴隶主更过分啊 亏你能面不改色的说出来 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 没有吗 你别说啊 这个审完艾瑞尔再回来审卡米利安 反而还挺这个顺序还挺正确的 但是那个什么 艾瑞尔没有没有配音 为自己辩解和怀疑他们 我为自己辩解 我没有逼你们揭开伤疤 我吵 大团圆 怎么全来了 你是不是觉得 幸运者都应该感谢你 死在我回忆里的每一个人 都应该感谢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 这个没省过 坏了 你什么都做不了 悲剧已经发生了 他这里面是所有人都 那看来这个人应该最后审 你只是好奇我们的隐私而已 别说他冠冕堂皇的 这样的话 我们还至少能每一个人都回忆起 他们 我审他们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你想窥探我们的痛苦 不过其实你不 你没省过也不 也不也不也不影响 醒的比我预料的更晚一些 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些 别这么生气 我只是想试试你对审讯 对精神连接 究竟有多自信 如果你真的那么坚定 又怎么会被我催眠呢 其实除了窥探别人的痛苦 我们之间的罪行 还有一个共同点 利用别人的信任 你在审讯中 与禁闭者建立信任套取信息 而催眠也需要获得患者的信任 这句话我可以解读 绝对的怀疑就是信任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我不相信任何人 但是你对所有事情存疑 你同时也对所有事情都相信 我不是特别能把这些事情 特别详细的解释出来 但是我能体会到这种感觉 就是你怀疑你有什么有什么办法呢 你有什么用呢 没有什么用啊 你还是得你还是得按部就班的去做 你不可能说你完全的就是怀疑别人就什么都不做了 你可能还得要做这个事情 只是你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但是你对所有事情都是这个态度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就是你的信任 所以我觉得我表现出来的样子就像是谁都信 谁跟我说我都信 那局长就不害怕我吗 被催眠过一次的人就会有第二次 话别说太早了 局长 催眠可是非常实用的心理治疗手段 不过他这里面是有特殊能力的 真正的催眠没这么邪乎的 就催眠不是说那种像你 我想让你干嘛你就能干嘛 我想让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那种 催眠一般是需要患者很配合 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中 然后由心理医师进行一个很 很正规或者有流程性的引导 才能进入的一种状态 就是需要患者配合的 患者只要有这个精神上的抗拒 你就没法完成催眠 这谁能知道呢 如果你真的忘记了什么 欢迎来找我咨询 有些比如说那些所谓传闻的 有些人他即使有抗拒也被催眠了 那个多半就是因为你催眠是需要环境的 是需要一定环境的 人的精神想要产生那种就是错觉 或者催眠的感觉 是需要特殊的环境来支撑的 这个患者至少得是配合到走进你实验的环境 然后他那个催眠者配合环境 对这个被催眠者影响 你比如说你说你哎我不信 我不会被催眠 然后你走进他那个环境里面 他可能依靠一些环境啊 氛围啊 或者甚至一些化学手段 让你进入他这个催眠状态 但是相当于你其实还是配合他了 举长好像不愿意再理我了 是恼羞成怒了吗 放轻松 我们是一样的 都曾深怀痛苦 也为人们带去痛苦 然而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痛苦 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晚上好啊 这个证物是啥呀 警卫遵照局长指令严格监控 禁止人员探望未发现出现异常行为 这也算是证物 就是又去省去了呗 就是 如果你真的忘记了什么欢迎来找我咨询 你又知道了啊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进去了 我进去了 进人 再回顾一下看到的是啥 中贵雕塑火焰人质 嘿 我刚看完你就给我回忆一下 他是他父亲的一台老师 暴时钟 父母都是心理医生 他们不希望他从事这个行业 他躲在钟柜里 透过钟摆的缝隙 偷偷看他们如何给患者问诊 修普诺斯 梦之神 可以让人陷入沉睡与甜梦 庄严圣洁无瑕 我父母对自己的职业有极高的要求 所有的治疗都在梦之神的监督下进行 这是要求这是信仰 可惜有些患者不相信心理医生能替自己保守不堪的秘密 那这个故事就是说他父母都是心理医生 有些患者来咨询完了之后呢 我好了 但是你们知道了我曾经这个不堪其耻的秘密 我给你们烧了 这样就没人知道了 白色的大理石雕像变成了砸像后脑上的凶器染上了血色 终贵将我和父母凶手火海隔绝这两个世界 啊 那个患者拿那个梦之神的雕像给父母砸了 然后还把房子点了 什么人啊 恩将仇报 恩将仇报 如实转高 偏僻的地方 究竟是哪里呢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帮局长回忆起来的 什么意思呢 哎呦 你要做什么 又要催眠我了吗 我们怎么跟个毛利小五郎似的啊 嗯 睡着了 欢迎来到你的潜意识世界 啊 查看我的潜意识 就像被人看了历史记录一样 别会射死的 什么 就这次可能催眠我 你一直在演戏 那大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那个过去的事件 即便你是NBCC的局长也不该大用你全力来到这里 这不是难力吗 像你的女生后 重压性尝试自救 观察形势 告诉他 是为了审查卡米迪安来对他人质下落的 坐呗 箭在弦上 嘿 这下次这个真乖就不用说了 好 篡改他人的潜意识 我们现在就被篡改阶段 戴恩特修师 莉莉安特修师 啊 确实是被谋害了 他在中柜里没有被烧死 凶手和纵火犯 奥利斯 是迪斯的重要议员 啊 好家伙 这议员不是好人呀 妻子 杰克诺尔家族的屁股 这个杰克诺尔家族怎么这么耳熟啊 是干嘛的呀 他被罢职 而且被议会驱逐了 过了一年之后 卡米迪安斯人真所找到神智被控制的奥利斯 将其作为人智秘秘压 啊 杰克诺尔家族就是他 他之前 犯罪的那个家族 现在就是112年NF112年 他走了 别啊 你走了你帮我带走啊 做梦的不是他而是你 催眠所见的景象 本就是对现实记忆的提取和加工 我还是不太明白 现在前一世界 你一定能找回那些被遗忘的东西 就是我的梦我做主啊 我可以努力回忆 这边是外面嘛 局长会找机会独自去第九机关的档案是调查人质的下落 然后我说好 我会去上级机关档案是调查人质的下落 这个剧情要是按月夜 让月夜看见他一定狂喜 我有个朋友 他就特别喜欢这种催眠的剧情 你会忘记一些细节把剩下的记忆碎片当作我与我精神练剂的梦境 我会忘记一些细节把剩下的记忆碎片当作与你精神练剂的梦境 很好 接下来你会看一下夜阴进入审查室 你会被进入一种厌气责怪 如果我猜的没错 他会骗你这一切都是梦 但其实你已经经历了 啥 这是生事啊 离开前记得把档案留下 小心点这可是开启为那么的钥匙 你是谁为什么能有对话 这什么蓝利的后门 哪里这么猛吗 他的异能不是简单的催眠 而是对前一世纪的扭曲和操控 对我下意识的行为甚至记忆都有扭曲的效果 解开架 解开架锁 解开架锁应该是不可能的吧 除非把我给刀了 确实他的眼镜好像也是催眠工具啊 永远村 根本不可以来再见 大家感谢少年 解开架珍erne 如此 解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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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解开架 这是个啥呀 机关旧仓库地址 确认人质存活 这边就是一些警卫已经把这边封锁了 交涉 等你很久了 你为什么不杀了他 你为什么不逃走 35岁 奥利斯前议员秘书 入赘杰格诺尔亚族的凤凰男 什么是凤凰男 让我猜猜他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必须杀死自己的心理医生才安心 我不知道 因为他的故事根本不值得被记录 他只是无法按捺自己屡屡偷星的欲望 又害怕失去未婚掐族的 因必因 因为他的故事根本 所以说他就仅仅是为了 就是要不让别人知道他偷星了 他去找心理医生可能就是说了他自己偷星的事情 然后他的 确实他的未婚妻是那个强势家族 对吧 他是入赘进去的 他不想失去这个家族的庇护 所以他不能让别人知道他偷星了 多可笑的理由 居然就能使他喘喘不安 终日失眠 父母的治疗是完美的 我在中柜里见证了这一切 只要回去睡觉 他就能忘记自己所有的不堪 但他却还是选择举起了雕塑杂像 你把他最重要的东西 妻子地位权利都夺走了 还不够吗 夺走 我只是让他身边的人认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已 这怎么够呢 我要让他变成火海中的幽灵 永远在地狱里为自己的罪行忏悔 这么精彩的演出 如果没有观众该多可惜 合着我就是观众了 上一次的观众喜欢多管权数 把我的演员偷走了 这一次 妮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这场让恶人堕入深渊的演出 我第一眼看恶堕 他口中的恶人究竟是只要 李斯坦是他自己呢 坠坠不安是吧 好好好 感谢 火烧起来了 啊 烧起来了 救救命 救命 我知道错了 出口 没有出口 就是你们别过来 别过来 你在做什么 这个梦没有尽头 只有一片火海 好家伙 你这就是黄金体检震魂曲 他没有告诉你吗 第九机关不让我接触人质的理由 那就让我亲自告诉你吧 我是迪斯成目前最优秀的催眠师之一 是班 这是什么 研医学学院的心理学教授 是第九机关的心理顾问 同时 我也是个以他人痛苦为乐的心理变态 哈哈哈哈 啊 你这样 怪不得没配音 自爆家门 自我介绍 你最以美好的枷锁失败了呢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他不会给我们下了什么暗示 让我们不能对他释放枷锁吧 能有这样强吗 火全是火放我出去 是怎么介绍 不是我呀 为什么是我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反常的情况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里根本就不是你所熟悉的现实世界 理性警告着你 是潜意识还记得 卡米莲安可以操控你解除枷锁 所以才会失败 绝不能顺着卡米莲安的话进行思考 是啊 会不会都是假的呢 不 是真实 放手一搏了 朝自己开枪 子弹穿过大腿 巨头让你瞬间清醒过来 哈哈 别抵抗了 那那那那还差点远了呢 人家炭智郎可是被催眠之后直接砍自己脖子 催眠一下 砍一下催眠一下 砍一下 我都想象不到 那是什么样的超人的意志 就如果他催眠很有真实感的话 就相当于 大家伙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现在让你拿起刀砍自己脖子 哎呀 别别别别别别 这是危险动作啊 真有人砍了 到时候我就是教唆了 我就犯罪了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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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 不提了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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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玩具是谁 玩具不会是我 二阶阶段审查 开几条件是啥 就换就完事了 你就点这个 然后他就会让你谈到搜科证 你就去拿那500换 跟别的没什么不同 比如我举个你看上位获得 你点他一下 他会搜科证前往 前往之后你找到他 你点在这一买 500块钱一买就行了 好